在台湾第一座国防自主武器的研发展示馆 8日在中科院龙园园区开幕 国防部长冯世宽亲临致辞 再次强调台湾国防自主的重要性 并对外界执疑声浪感性的说明心路历程 国防部长冯世宽说 我总觉得国防自主 我们晚了不止是10年 假如当初金国先生告诉我们 这初联合国我们应该装进自强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全力发展我们的过程 今天的我们成就应该不止如此 冯世宽虽然对美国多年来军售给台湾表达感谢 却也坦言台湾是经过了提交12本报告 都被美国放在抽屉里的过程后 才成功地够得F-16战机 冯世宽还说 为了全力推动国防自主 中科院展示了大型无人机腾云 搭配中科院所自行研发的电子征搜和干扰系统 让原本只具有一般征搜功能的腾云机 升级为可对敌方进行电子征搜与电子干扰 甚至挂弹的无人电战机 军事专家宋玉宁表示 无人机讲通俗一点就是遥控飞机 它的关键点还是在于说我们能够控制它的范围在哪里 比如说腾云机如果它真的可以飞飞得很远 比如说飞到中国的内陆 但问题是那个地方如果已经超过我们的遥控的一个距离的话 那那个意义就没有了 宋玉宁解释 以现实面来讲 军事强国有卫星网路 可以透过卫星去做长距离的遥控 但是台湾没有 因此即便有大型的无人机可以飞得很远 也没有办法遥控 此外 现在正航抵制基隆港的海军敦目远航训练舰队 在其国舰国造的文宣中 出现了俗称直升机航舰的两栖直升机船无登陆舰 各国都将其列为战略投射武力的重要载台 也是公式作战的主力之一 对此 宋玉宁对其成本投资效益以及战略的目的 仍是打上大问号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